他从小被视为神童,七岁写小说,十四岁改写《红龙梦》,二十三岁,名镇上海滩。 他最真正的传奇,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之星已超过鲁迅的篇幅对他长篇记赏,并下出惊人论断。 这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唯有曹雪芹能与他比见。 年轻时,他和一个文人谈了一场低到尘埃里的恋爱,最后发现对方不仅是个脚踏几条船的渣男,还是个著名的汉奸。 中年时,他又与一个大大二十九岁的美国老人结了婚,可刚刚领证对方就中风卧床,此后他细心照顾了整整十年。 晚年时他最让人唏嘘,在异国他乡过着长日无法理解的隐居生活,而最终也因为和外界失联,死后多日才为人发现,身体已经腐烂。 在中国近代文学时,乃至更广泛的评价维度上,他都是一个不世出的传奇,天才,怪胎。 面对这个事件,他选择了最坚硬的活法,却也从未忘记做最柔软的人。 这一期让我们一起寻找艾琳。 1920年9月30号,张艾琳树生在上海迈德赫斯托路的一栋别墅里,这是晚亲重臣李鸿章送给爱女的陪嫁。 李鸿章的爱女就是张艾琳的奶奶,而她的爷爷张佩伦同样是晚亲一代名臣。 八岁以前,张艾琳度过了一段无严无虑的岁月,她在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突然添了许多运见华美的星期朋友。 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 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和豪梅生活一样令人羡慕的,是张艾琳在文学上惊人的早会。 三岁年时,可能已经不足为戏,但七岁时,她已经写了好几篇小说,故事关于自杀或者家庭悲剧。 八岁时,她在小说里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但没想象,制造了一个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的理想社会。 那时候的张艾琳自幽跳脱,挤影欲使,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怎么想,也砸不到这个吃着启士林蛋糕,滚在狼皮褥子上的小女孩头上。 可事实上,豪门盛景都是夕阳的余晖。 其实早在张艾琳出生的一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盛世浩大的到来了。 时代的列车轰隆了向前,引以冲击着平静舒缓的贵族生活。 丈夫的宅院再深,也终究挡不住时代汹涌的浪潮。 这是一个逐渐没落的贵族家庭。 真正的转折点在张艾琳八岁那年,那一年,她的父母离婚了。 黄素琼,张艾琳的母亲,同样出身迷门。 她的祖父黄一生曾与李鸿章一起在曾国藩的相聚校里,是当时长江七省的水师提督。 不过豪门之内也有男尊女卑。 授风剑思想一向,黄素琼从小缠足没上过学,但这些都不影响她成为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女性之一。 这个裹着小小的湖南女人热爱一切国外的新鲜事物。 在欧洲学游化时,曾与徐悲鸿讲必为是好友。 剩下张艾琳后,她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度过。 因为嫌自己的名字黄素琼太土,她给自己取了个法文名字叫Evan。 后来根据发音,又把中文名也改成了黄亦凡。 张艾琳十岁之前叫张英,她也觉得太土,可想了半天没有头绪。 最后用女儿的英文名艾琳,简单意义为艾琳。 说来感伤,艾琳在音音回英文,则是A灵。 而这次含义,最后也真的暗和了张艾琳一生的谜。 相比新朝时髦而学习的母亲,张艾琳的父亲张志怡则是活在旧时代的人。 她通晓古文经典,英文也很好,但这些也难以起顽固子弟的本质。 这几乎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人,不思上镜,抽大烟,公然在外养姨太太。 因为丈夫的种种恶心,这段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 父母的离异是张艾琳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两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都深刻地影响着张艾琳。 她的人生甚至被强行分成了两半,喧嚣与落寞,光明与阴暗,心与旧,神与魔。 这些部分看似割裂,但最终会统一成唯一的基调,悲凉。 而这种悲凉的底色,日后也无意不投射到了她的作品中。 拿下至心的话说,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 中学时期,张艾琳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 这所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深造。 齐兄弟院校还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校友,林语汤。 所以当时的张艾琳有两个愿望。 一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读大学,二是要比林语汤还出风头。 去英国上学是因为从小接受新式教育,而且当时母亲就在欧洲。 比林语汤还出风头,则对应着她的文学梦想。 可就在她憧憬着未来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打破了这一切。 父亲再婚了。 厚姆是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琪的第七个女儿。 这是为有名的交际花和赵四小姐陆小曼有很好的交情。 因为有阿福容P36岁依然待家归中,父亲与厚姆结婚后,二人双双对她而喜。 不过这是后话。 眼前的问题是她和张艾琳的相处。 厚姆搬进张家时连带着搬来了两项旧衣服。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艾琳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 这对一般人来说其实也没什么,但对张艾琳而言,却是她的噩梦。 多年后,她在散文《统业无忌》中还提到这段经历。 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 穿不完的穿着,就像浑身都升了洞窗。 因为印象太深刻,已知留下后遗症。 为了弥补以前的薛翰,成名后的张艾琳不仅文章令人走走成起, 衣着也成为上海滩的新闻。 凡是与她有过接触的人,都不忘提及她的奇妆衣服。 后面给张艾琳的中学时光投下了阴霾,也激化了她与父亲的矛盾。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也是在这一年,张艾琳中学毕业了。 母亲黄亦凡为了女儿留学的事特地回国。 在父亲的默许下,张艾琳到母亲家里住了两个星期。 后面的事情,据张艾琳记载,是这样的。 回来那天,后面以为曾向自己打招呼为友, 则是张艾琳眼里没有自己,打了她一巴掌。 张艾琳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保姆拉住了。 见状,后面利落了一转身,尖声奔上楼区, 一路喊着,她打我,她打我。 接着,时父亲一边吼叫,一边对她拳脚向架, 今天被打死你不可。 她的头被撞到了墙上,左右摇摆, 耳朵嗡嗡鸣向,一时听不见任何声音。 再然后,张艾琳被监禁了。 这一关,就是大半年。 幽静的日子里,她生了一场大病, 可据说,父亲一开始坚决不给她治, 最后是用人求情, 说再不治就要闹出人命, 这才给她打了一针消炎药。 而这大半年里,张艾琳时时刻刻, 都在计划如何逃走。 一天夜里,趁着寻机换班的间隙, 她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摸到铁门边, 把树门拴,闪身而出。 那夜的人行道,没有风,只有寂寂的冷。 街灯下一片寒灰, 然而这一切,在张艾琳看来亲切知己。 她终于逃出来了。 对于正常的孩子而言, 被监禁半年都是一种刻骨的体验, 更何况,张艾琳极端地敏感而孤僻。 逃离父亲家后, 她想走得越来越好, 到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 她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伦敦大学。 可也在这时, 希特勒正在欧洲战场四面出击, 独孤求败, 并把枪口对准了英国。 二战的狼爷也影响到了 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女孩。 这一年, 张艾琳18岁, 伦敦大学无法成行, 她改去了香港大学。 1939年夏天, 张艾琳来到了香港, 这是一个浓烈到令观者眩晕的城市。 向远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越美。 山洛两旁是开得如火如荼的杜鹃花, 山外是蓝绿色的海水, 活着白色的大船。 海风的微星, 阴暈的暑气, 在这里, 张艾琳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 这是她人生中如鸡四颗, 也如鱼得水的三年。 没有了父亲和后母的管束, 也没有了那些被她视为噩梦的旧衣服。 第一次, 她体会到了难得的自由。 如鱼得水还体现在学业上, 因为从小就是个天才, 以至于她在港大的成绩 几乎是让人望尘莫及的优秀。 每门功课都能考第一, 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个奖学金 都被她一人读得。 一位素来严厉的教授曾说,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 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 所以, 我们大概能拼送出这样一个画面。 在港大漂亮的校园里, 一个女孩每天穿着西装衣服, 性格有些冷漠过傲, 可同时, 她又是老师同学们眼里的超级学霸。 这个女孩, 就是张爱玲。 除了尽其释放自己天才的光芒, 在这里, 她也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音, 颜音。 颜音本名发提摸摸黑点, 是混血的西兰女孩。 张爱玲是一个敏感面向, 是只有社交障碍的人, 而颜音热情似火, 两人在港大几乎形影不离。 和她在一起时, 张爱玲一改往日里的矜持沉默, 展露出难得的阳光和少女的灵动。 他们一起傻笑着在电台吹风, 一起逛街看电影买零食。 照此下去, 张爱玲会顺利毕业, 再去牛津大学继续深造。 然而这一线, 停留在了1941年12月。 二战战火烧到了东方蜘蛛, 野蛮人来了。 在经历了18天象征性的保卫战之后, 12月25号, 英国驻港总督杨木齐, 把香港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香港沦陷。 我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 成为了一片腥风血雨的人间烈雨。 什么都是模糊, 色缩, 靠不住, 房子可以毁掉, 转眼前可以撑废纸, 人可以死, 自己更是朝不保姆。 这段时间的见闻, 对张爱玲有着切身的剧烈的影响, 而特别让她深受触动的, 还是一个外国人的死亡。 佛朗士, 香港大学的历史教授, 这是个豁达随性, 有几分万事不公的英国人, 能将枯燥法位的历史讲得多有间谍, 却不是风趣, 张爱玲深受她的影响。 港诈发生后, 佛朗士被证入伍, 开诈后的一个黄昏, 她回到碧莹里去, 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 没听见哨兵的吆喝, 接着哨兵便开了枪, 她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佛朗士的死, 使张爱玲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愈加深入, 人生是荒诞而无益的, 事件是不可理喻的, 这一点和她事前的悲凉底色一脉相承, 在日后也会不断地出现在她的写作中。 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 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 谁知道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谁知道呢? 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 一个大都市情妇了, 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 跟着是今天动地的大改革。 战火让学校遭了殃, 此时距离张爱玲毕业只有半年, 留学已无可能, 无奈之下, 她和言音一道作传法回上海。 和我们每一个刚出大学的人一样, 一路上他们谈论着上海的繁华, 也装置满满地想象着要成就一份誓言。 但当时的张爱玲还不至于会想到, 两年后, 她会成为这座摩登都市里最有名的作家。 回到上海后, 她计划考上海深约翰大学, 可这位港大的超级学伴, 日后再入文学史的大作家, 当时却因为国文不及格, 而未被正式录取, 只能先进补习班。 这里一方面可能是诗卷的原因, 另外港大时期, 她一直钻研英文, 国文反而疏忽了。 进来入学后, 因为和家里关系不好, 这位贵族小姐的学费和生活费又难以为继, 一番挣扎, 她索性放弃了学业, 决定自食其利, 卖文为生。 当时英文杂志的稿费要高于中文杂志, 而港大三年, 张爱玲正式在苦秀英文, 差为常人的勤奋加上过人的悟性。 自从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发表完第一篇文章, 月刊主编便对她大家赏识, 月刊不断。 但卖文只是为了糊口, 想说才是她心心念念的那个更广阔的天地。 童年家庭的不幸, 港大三年的自由, 香港抛火的洗礼, 每一个时期都在塑造着张爱玲对于事件, 对于人情, 对于爱和生命的看法, 此前的一切都是积淀, 自此, 一个年轻的天才, 已没撞上了她的爆发期。 等了几个月后, 张爱玲便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 这一次她没有走投稿的老路子, 而是登门拜访通俗文学期刊 紫罗兰的主编周寿娟, 两人数字见面聊了一个多钟头, 晚饭后, 周寿娟发表张爱玲的小说, 一边读一边记写称赞, 抬眼一致黎明。 这两篇让周主编拍阿教掘的小说, 便是陈香谢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 这两炉陈香弥漫在上海如实的空气中, 让人为之一震。 几个月内, 她的作品迅速发表在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 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看物上。 张爱玲出名了, 而且速度极快, 名声极大。 上周汪伟政府的达光贵人, 日本文化界人士乃至军方人物, 下至小报读者, 上海市民, 人人都知道上海滩出了个年薪的天才, 叫张爱玲。 盛名之下, 隐隐的危机也来了, 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 各方势力盘踞, 舆论混杂, 文坛如正正夺, 杨将, 师陀等前辈, 或转移阵地或涛光养晦, 始终与敌位控制的那一方文坛, 近未分明的画质界线。 而张爱玲却显得有些后知后觉, 或许是性格使然, 张爱玲对政治毫不敏感也不关心, 但对时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 就像她那几年喊出的那句备受传送的名句, 出名要趁早了, 来得太晚的话, 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所以当文坛前辈主托她近代时机, 不要投错了门路时, 她的回答是, 要趁热打铁。 也在趁热打铁的机型下, 这一时期, 她写下了一系列名片, 茉莉香片, 心惊, 倾城之恋。 这一年, 张爱玲几乎长遍了人生的甜头, 盛名, 亲钱, 地位, 却唯独缺少一样, 爱情。 直到一个大大14岁的男人出现, 这段感情在当时的上海充满争议, 时至今日, 依旧令人唏嘘, 感慨, 甚至感到费解。 湖南城, 中华日报主编, 汪伟政府宣传部正务次长, 湖南城被张爱玲的才华吸引, 心生敬佩, 有心拜访。 此时的张爱玲大红大紫, 在外人眼里, 她神秘, 孤傲, 不合群, 想见她的人, 大多吃过她的闭门羹。 拜访之前, 湖南城其实已经托人打听过她, 所以张爱玲对她已有印象。 可即便这样, 第一次登门, 她依旧吃了个闭门羹。 不过隔了一天之后, 张爱玲却又亲自登门回访, 两人一见如故, 一谈就是足足五个小时, 可也正是这一次的回访, 几乎改变了张爱玲后半生的人生走向。 这一年, 张爱玲不满23岁, 尽管写了许多痴男月女, 却从未有过恋爱经验, 而湖南城比她大14岁, 是经验丰富的情少老手, 也有两道婚姻。 爱情来得如电光火时, 再给湖南城的照片背面, 张爱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见了她,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热恋半年后, 两人结婚了, 考虑时局动荡, 没有举行仪式, 倒是留下了被后世反复引用的婚书。 张爱玲写下的是前两句, 湖南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湖南城续上后两句, 月始岁月静号, 现时安稳。 尽管这段恋情, 日后一度成为别人攻击她的把柄, 甚至是一生的污点, 但如果只从当时是爱玲自己的感受而言, 这两年可能是她生命中最高光的时刻。 肆意挥霍不完的灵感, 天才少年的盛名, 不菲的稿费, 以及能让她欢喜, 从尘埃里开花的爱情。 这一年, 她又写下了《红玫瑰与白玫瑰》, 小说集传奇, 散文集流言, 每一部都如烈火朋友, 将她的生命越烧越旺。 时间来到1945年8月, 这是值得全世界永远铭记, 又让所有日本人即备发凉的一个月。 8月5号, 美军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8号, 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9号, 苏联百万红军越过中苏, 中蒙边境, 向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 同日, 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此前不可一世的日本人, 自作自胜, 亲手把自己送到了王国的边缘。 8月15号正午, 广播里传来恶魔的低音, 日本运人天皇宣读, 停战诏书, 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 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中国, 举国沸腾, 普天同庆。 可对一汉奸走狗而言, 这却是他们最恐惧的末日。 在日本人的安排下, 湖南城东躲西藏, 最后潜逃至温州一带, 化名张家仪, 隐匿不出。 逃离上海前, 她曾在张爱玲处留宿一晚, 在见面时, 是1946年2月。 当时张爱玲由上海 千里迢迢至温州巡夫, 隔等待着她的, 却是湖南城的出轨。 对方是和她相差一岁的寡妇, 范秀美。 三人共处一世, 真而一向高傲的张爱玲, 真的递到了陈爱玲。 实际上, 这不是湖南城第一次出轨。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 她就曾到武汉办大鼠报, 并在那里爱上了一个护士, 小周。 她还曾沾沾自喜地 把和小周的事讲给张爱玲听。 张听后, 心中满是惆怅酸楚, 沉默无言。 张爱玲心里明白, 对范秀美, 湖南城只是借她暂闭一时, 但对小周则是真的爱上, 体贴入微的程度 甚至超过对自己。 作为妻子, 她想要一个决断, 可在小周和自己之间, 湖南城只是搪塞, 始终不愿意做出选择。 1946年早春, 温州大雨。 张爱玲站在船船边, 面对她的黄浪, 她知道这段感情终究要结束。 此后把九个月里两人偶尔通信, 她知道湖南城逃亡庄生活结局, 多四季前周期, 直到湖完全脱离险境, 才写下了诀别信, 并随性付上三十万元巨款。 那是她新进电影剧本所得稿费, 湖南城亡命两年, 也均靠她接紧。 对于湖, 她已经亲尽全力, 做到了极致, 那封诀别信她写得有些心酸, 可也不是果决。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 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你不要来寻我, 几乎写信来, 我一时不看的了。 湖南城不仅花了她大量的钱, 背叛了她的感情, 更重要的是, 这段虐恋还几乎在名声上毁掉了张爱玲。 汉奸之妻, 汉奸文人的罢名, 很快如潮水般涌来。 再加上她本人对政治后知后觉, 上海沦陷期间, 曾在《亲日看物》上发表过作品, 这也更让她成为重视之地。 本来当时她已经属于创作高峰期, 可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 张爱玲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 在相近两年的时间里, 没有发表过一行字。 这次的打击彻底浇灭了张爱玲对生活的热情, 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 她再无大作问世。 十岁那年, 母亲当时随意给她取的名字, 似乎得到了验证。 A里, 每况愈下。 1949年, 一个把新旧中国分成了结的, 开天辟地的年份, 酒精风烧凌辱的中华民族, 从此站立起来。 但也也许是冥冥中注定, 张爱玲的人生起落, 似乎总有一种与时代逆行的赤礼。 举国欢腾的气氛下, 那几年她的状态始终是沉寂的。 很快, 批评的声音出现了。 有人说, 她的作品格局小, 小字意味重, 而她的贵族出身, 她笔下旧时代的小人物, 还有她顾阿布基的性格, 也都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 1952年, 她借过完成学业来到了香港, 或许还是因为不是, 在香港短暂停留三年后, 她决定再一次输走, 而这一次的目的地, 是远隔重阳的另一个国度。 1955年11月,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渐渐驶出维多利亚港。 在深秋的夜色中, 扎阿里首富栏杆, 神色爱上, 久久凝望着渐渐远去的香港。 这一年, 她35岁。 13年前, 她还是个满怀憧憬的少女, 因为战火纷扰, 当时和知己严婴 一起曾离开过一次香港。 那时, 他们心中有梦, 眼里有光, 之后, 她已的确做到了, 用一支笔石破天惊地 冲进了上海文坛。 而此刻, 她已经清楚地知道, 当她决议踏上涉搜 克利夫兰总统号, 故国、 亲友、 盛民都以随风而逝。 此行邮轮的目的地, 是美国旧金山。 在中国, 张爱琳曾火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美国, 大家只知道林语堂。 转到来到纽约后, 她便拜访了 大名鼎鼎的胡适。 张家与胡家有一些旧消情, 扎爱琳的祖父张佩伦 曾帮过胡适父亲的忙, 她的母亲和姑姑 则与胡适同桌打过牌。 胡适对张爱琳的才华极为赞赏, 但此时, 她其实自己过得也并不算好, 除了精神上的鼓励, 不能帮她太多。 异国他乡, 衣食无浊, 扎爱琳升起到了一个叫 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 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 创作营周围十分荒凉, 里面住的都是些不得志的作家。 也是在这里, 张爱琳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 费迪南·赖亚。 赖亚1891年出生, 像张爱琳一样也有神童之称。 她于1912年进入哈佛大学 共读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大学职教, 1931年进入好莱坞, 曾是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宇乔伊斯、康拉德、 辛格莱刘伊斯等人是老友, 更是与布莱西特成为莫莉之教。 然而这一切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与张爱琳相识的赖亚 成了个年余画家的落魄作家。 二人在文学上相谈甚欢, 很快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 没过多久, 张爱琳发现自己怀孕了, 接着两人步入婚姻, 但最终孩子还是被打掉了。 这个张爱琳唯一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为什么要放弃? 如今已经不好下定论。 有说赖亚坚持不要孩子, 有说张爱琳因为童年不幸, 所以态度甚至比赖亚还要坚定。 也有说两人生活拮据, 连房租都付不起, 根本无力抚养。 这一年张爱琳36岁, 赖亚大到29岁, 已年进古兮。 两人结合更多的是相互扶持。 婚后, 他们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甜蜜时光, 经常一起看电影, 逛街, 旅行。 每到一座城市, 赖亚别领着张爱琳走街串巷, 两人谈笑风生。 在赖亚的引力下, 张爱琳逐渐对美国熟悉起来。 有一年过生日, 张爱琳和赖亚一起去看脱衣舞, 看得津津有味。 可快乐总是谈话一线, 跟着来的是慢无止尽的折磨。 婚后不久, 赖亚就中风了, 身体异常虚弱。 此前, 张爱琳是贵族小姐, 天才作家, 她不会削苹果, 连补个袜子都觉得异常吃力。 可人到中年, 人生第一次尝到了 什么叫责任儿子。 她每天要照顾卧床的赖亚, 为两人的生计和房租奔波, 生活一贫如洗。 如果这些都还能忍受, 那对于少年成名的张爱琳而言, 作品不受认可, 可能是她当时遭受的最大的暴击。 当初在上海一战成名有多风光, 此刻她就有多凄凉。 当初, 她是抱着在美国 闯出一片天地的雄心来的, 而当她满心期待地 拿出自己的第二本英文小说, 粉类时, 甚至一度找不到人愿意给她出版。 成名无望, 经济窘迫, 丈夫重病, 就在这时, 张爱琳收到了一封 来自伦敦的加急电报。 母亲病危了, 想见她最后一面。 自从母亲1948年离开上海后, 母女二人已经有九年没见过面, 可此时的张爱琳 连买张机票的钱都没有, 昔日的豪门母女 最终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母亲去世后, 张爱琳大病一场, 不久一厢古董 飘远过海即到美国, 那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最后每当张爱琳和赖也生活窘迫时, 都会变为母亲留下的古董 贴补嫁用。 此后几年, 生活好似沉入井底, 无一日不再溺水。 赖也一次又一次地中风, 卧床, 大小便不能自理, 张爱琳在绝望, 孤独, 悲愤中, 仍在疲于奔悯。 她还在卖力地写英文小说, 这是她最看重的誓言。 可整整六年时间, 她的作品处处碰壁, 竟无意出版。 这一年, 张爱琳41岁了, 让那少年成名, 周年一败土地, 在最得意, 最在乎的礼遇, 枉费所有努力。 怀才不遇, 是周年张爱琳最大的结案。 她一度沮丧到病岛, 卧床树日, 还有一次, 甚至半夜被噩梦惊醒。 她梦到的是一位不知其名的中国作家, 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就, 相比自己的气壤禁欲, 心头有如寒风刮过。 此日, 她向病床上的赖亚腹树, 泪流满面, 痛哭不已。 但她没有放弃, 一电含绘中, 她心里还酝酿着两部 寄予厚望的翻身之作。 其一, 是把《红楼梦》改变成电影。 《红楼梦》是张爱琳的一生之爱, 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广这本剧著。 其二, 是写一部以张学良为原型的英文小说《少帅》。 她仍期待用这本书, 在美国文坛打开局面。 带着莫大的期许, 她开始了远东之行, 台北和香港。 但或许任一生的好运真的有定数, 港台之行再度不顺。 首先是, 当时张学良上属在幽静时中, 在台湾当局的阻挠下, 她最终没能见到她的写作对象。 第二是, 编剧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逐日降低。 《红楼梦》剧本的《决定权》 落在两个根本没读过这本书的人手中。 电影公司要的是一部简单的言情戏, 这与张爱琳的期待相续甚远。 接连遭遇暴击, 而这时大洋彼岸也有消息传来, 赖亚再一次重病了。 命运好似附下天罗帝王, 要捕杀这个叫张爱琳的女人。 1962年, 张爱琳离港发妹, 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国的土地。 此后五年, 赖亚一直重病卧床, 张爱琳细心照亮, 最终这一切在1967年彻底结束, 赖亚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这一年, 张爱琳也47岁了, 她笔下的苍凉 在自己身上已经一言许久。 赖亚的去世对张爱琳而言, 不知如何评价。 照顾一个重逢病人十年, 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 所以, 如果只从生活的角度, 张爱琳绝对如释中负, 可在精神上, 她将面对的是更彻底的孤独。 接下来的日子, 她将一个人过了。 赖亚离世后, 张爱琳对打入美国文坛, 也以新会议了, 将近力转移到了学术研究上, 先后在三所大学任职, 赖亚的热情开朗, 此前一直感染了张爱琳。 她去世后, 孤僻的性格重新回到她的身体。 她不习见人, 不愿应酬, 不接电话, 和外人沟通, 只用纸条和简短书信, 极力避免任何语言交流。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时, 她常常办晚才到办公室, 为的是避开其他人。 台湾学者陈绍聪曾是她的助手, 为她整理资料等日常工作, 可在共事的一年时间里, 张爱琳几乎从未主动跟她说过一句话, 连点头微笑都让她极为不适。 有一次, 陈绍聪去办公室找她说事, 张爱琳立马腼腆, 紧张到站起, 局促不安, 眼睛有时望向天花板, 有时望向地板, 就是不敢指示。 还有一次, 张爱琳生病, 陈绍聪买了草药给她送到公寓, 知道她不会开门, 就按小门铃, 放在门口后离开。 隔天, 陈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一瓶香奈尔五号香水, 下面还压着一张张爱琳写的纸条, 谢谢。 从这件事上能看出, 张爱琳未必是冷漠薄情, 只是有严重的视觉障碍, 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先后任职的三所学校里, 她与上司的关系总是弄得很僵, 最后也全都闹得不欢而散。 虽然处处碰壁, 但支持的张爱琳还未完全与世隔绝, 直到时间, 来到1972年。 一路辗转, 最终她选择在洛杉矶定局, 也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幼居生活。 从这时起, 她彻底隐身人害。 这是张爱琳一生中最让人唏嘘的22年, 没有人知道她具体经历了什么, 至今我们也只能从往来信件中拼凑出她大致的生活。 因为自闭, 她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仅和最必要的朋友往时书信来往, 但即便如此, 因为怕回信麻烦, 许多来信她也还是今年累月不拆, 电话更是几乎不接。 另外她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 她故事地认为这是因为她住的地方有很多枣子, 为了夺枣子, 她剃掉头发, 只能戴上假饭, 包上头巾, 而且开始疯狂地搬家。 据有人统计, 最密集的一段时间, 她几乎隔几天就要搬一次假, 短短几年内, 累计搬了180多次。 因为频繁搬家, 她的生活物品也极限到令人发指。 行军床, 折叠椅, 折叠梯, 电视机, 落地灯, 就是她全部的家具。 托人找房子时, 她也坚决不要屋子里带家具等, 如果实在找不到, 则希望越少越好。 所以, 作为二十世纪最顶尖的作家之音, 她没有藏书, 除了自己的作品手稿和定期杂志外, 显有其他书籍, 也没有书桌, 而是用叠起来的纸壳代替, 经常怕在纸壳上做着大量的学术和翻译工作。 另外, 因为自己不会做饭, 更不愿意出去吃饭, 她最常吃的是罐头和营养炼奶。 居无地索, 饮食不安, 晚年张爱玲的身体每况愈下, 皮肤, 眼睛, 牙齿, 相继出现问题。 在和朋友的信件中, 她曾这样描述过那段日子。 天天上午忙搬家, 下午远到上城看医生, 有时候回来已经是午夜, 最后一段公车停逝, 要叫汽车, 剩下的时间, 只够吃喝水。 身体上的毛病承然痛苦, 精神方面可能更加煎熬。 1988年, 张爱玲还遭遇了一起 窥视骚扰事件, 戴文采垃圾事件。 80年代, 张爱玲在台湾再度走红, 而她在洛杉矶的地址 也不知怎么被泄露。 当时台湾许多报社 纷纷派出记者要采访张爱玲。 对于采访, 张爱玲自然是一概拒绝, 但其中有一个自称粉丝的记者, 就叫戴文采。 要约被剧后, 她直接招了地址, 搬到了张爱玲的隔壁房间, 开始窥视她的生活。 在手了十几天之后, 终于等到张爱玲 有一次出门倒垃圾, 接着她就把这些垃圾 全部捡了回来。 里面是肥皂盒, 空罐头, 鸡蛋壳, 旧报纸, 药盒, 用过的棉球, 甚至还有一些张爱玲丢弃的信件, 以及随手写了一些感受的信封。 这种程度的窥视, 对普通人而言 已经让人生理不适, 更何况是对有 严重自闭形象的张爱玲。 总有人那里得到消息后, 她一刻不停, 连夜搬走。 而戴文采回去之后, 则根据大袭垃圾, 从各个方面 溢测张爱玲的生活, 并洋洋洒洒 写下了一篇长文, 我的邻居张爱玲。 文章虽然言语客气, 却壮壮渐渐设计隐私, 还有大量的主观评判。 文中称, 她牙齿坏了, 交不起几十块的 有限电视费, 因为闭门不出, 所以没有东西可写, 并评价道, 一口好紧的完全枯竭, 因为没有水源供水。 当然, 这些议测, 后来很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而这次事件, 却是实实在在地 把张爱玲往避设的路上 又向前推了一把。 从此之后, 她更加义无反顾的弃绝人士, 对自己电话地址的保密程度 也严苛到无法想象, 连最亲的姑姑也绝不告诉了。 90年代, 张爱玲的身体彻底垮了下去, 1992年, 她预感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写下了一份遗嘱, 死后立即火焕, 不举行任何遗事, 骨灰撒向空旷无人处, 如在陆地就大范围分洒, 所有遗物全部寄给宋琪夫妇, 委任林世彤先生为遗嘱执行人。 其中, 宋琪是张爱玲多年老友, 在文学和生活上都给了她很大帮助, 而林世彤则是张爱玲一个朋友的朋友, 她定居洛杉矶后因为社交能力几乎为零, 找房、搬家、 林先生都提供了诸多帮助, 尽职尽责, 她也是最了解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人。 1994年, 因为张爱玲完全与世隔绝, 国内都认为她已经去世, 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 她首识当日的报纸拍了一张照片, 这也是她留随于世的最后的样子。 照片中, 她眼神温柔, 而且头发茂密, 但其实是戴了一顶假发。 1995年, 死神越来越近, 大约是在年初, 张爱玲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 吃得极少, 身体枯萎, 瘦成了皮包骨。 如果不是意外或自杀, 死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犹如孤岛沉入海洋, 一寸, 一寸。 1995年9月8号中午, 林诗童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伊朗人打来的。 电话那头说道, 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 所以我打电话给你。 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等林诗童赶到时, 张爱玲躺在一张靠墙的简陋行军场上, 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 没有盖任何东西, 头朝着房门, 眼和嘴都闭着。 她的样子很安详, 只是出席地瘦, 大概是为了不给别人增添麻烦, 她把重要的证件都放进了手提袋, 摆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经法医鉴定, 她大概已经去世了三到四天, 死因是心血管病。 作为遗嘱执行人, 林诗童是属警方和兵营馆工作人员外, 唯一一个见过张爱玲遗体的人。 但她本人并不从事文学, 也不读张爱玲, 更未必知道, 眼前躺着的这个干枯瘦小的老太太, 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 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按照张爱玲生前的遗嘱, 不搞仪式, 不立墓碑, 骨灰撒在空荒无人处。 1995年9月30号, 早上九点整, 林诗童和几个朋友一起乘船, 来到了海上。 简短的致死之后, 将她的骨灰, 撒入了茫茫太平洋。 一时间, 船上汽笛潮鸣, 声音回荡在海面阴韵的雾气中。 返程的路上, 加州西海岸, 阳光芈媚。 这一天, 是张爱玲还没来得及过的 75岁的生日。 同样是这一片海, 1955年, 她正是作者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万里迢迢地赶来。 那时, 她35岁。 顾米佑她去, 往事了无痕, 40年, 如一梦。 18岁时, 张爱玲曾写过一篇散文 《我的天才梦》。 后来, 这被她视为自己文学的奇典。 文章中, 张爱玲说自己在文学上 是早会的天才, 可在现实社会里, 却等同于一个废物。 她曾在一个房间住了两年, 还不知道电铃在哪。 连续三个月, 每天坐黄包车去医院打针, 可还是不认识那条路。 她不会消贫过, 怕见客, 走路的姿态需要反复练习, 但人节物上 也表现出惊人的愚笨。 而这些种种, 此后都依依映照在 她晚年的生活中。 任医生的命运 似乎真的都已在童年埋好。 18岁没有学会的东西, 她终其一生, 还是没有学会。 而三岁时, 展露出来的天才, 也一路伴随着她, 直至去世。 张爱玲离开了, 留给我们的 事宜连串的疑问。 比如, 她晚年毫不留恋的契约人士, 坚决不见人, 不说话, 可她一天却几乎要开 12个小时的电视, 而且把音量开了极大。 为了避免与人接触, 她政府夜出, 能不出门, 绝不出门。 可找房子时, 又要求最好是临街的, 不怕吵, 越吵越好, 最好窗外就有人流, 车流。 因为和父母弟弟的关系冷淡, 她一度被认为 是冷血绝情的人。 可与湖南城分手, 她毫不犹豫付上 30万巨款。 对于中风在床的赖亚, 她更是细心照顾10年。 这样的人, 绝不能以冷血一言蔽直。 文学方面, 她也是个异类。 她既没有刻意追随 鲁迅胡逊领导的五四文学, 更没有参与过 八九十年代 于华莫言引领的文学复兴。 她英文极好, 许多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 可同时又对《红楼梦》等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极深。 在文学史上, 她不属于任何一派, 仪式独立。 在文风上, 她比例苍凉, 有时犀利, 但内核又始终是 悲天闽人的大情怀。 她晚年确实颠沛流离, 但其实她最后并不穷。 她存在美国银行账户里的遗产 有两万八千美金, 朋友还帮她在香港 左右三十二万美金。 嘴本之上 并不是社会抛弃了张爱玲, 张爱玲也没有抛弃过这个社会。 和她八岁那年写的 乌托邦小说一样, 她只是义无反顾地 走向了社会的阴影处, 在远离故国万里的 方村大小的公寓里 制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理想世界。 所以, 如果我们要真正地走进 这位天才的作家, 那把她奉上神坛之后, 我们还需要 把她从神坛上请下来。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曾经的少女, 一位与孩子失职交臂的母亲, 一位倔强的老妇人。 在十八岁那年写的 《我的天才梦》中, 她展现出了一个少女 惯有的青涩和温柔, 以及对生命深刻的洞见。 生活的艺术 有一部分 我不是不能理略, 我懂得怎么看 七月巧云, 听苏格兰冰吹风笔,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 吃盐水花生, 欣赏雨夜的霓虹灯, 从双层过后汽车上伸出手, 摘树顶的绿燕。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 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愿, 生命是一些华美的袍, 爬满了枣子。 扎林一生中 有过一次当母亲的机会, 可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她说, 自己从没想要过小孩, 因为无力对她负责。 可在晚年写的 自断式小说《小团圆》中, 她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梦。 《屋中情景》 是她曾看过的一部电影, 里面有一群可爱的孩子, 有温柔的爱人, 有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 映着碧蓝的天, 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 有好几个小孩在宋林中出没, 都是她的。 志勇出现了, 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 非常可笑, 她忽然羞涩起来, 两人把手臂拉成一条直线, 就在这时候, 醒了。 二十年前的影片, 十年前的人, 她醒来, 快乐了很久很久。 感谢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击小铃铛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夏凤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